這個是 鹿飛天上牌成序 舟在何中 這是我們鋸洲的一個 名書法家叫做李戰生 他寫的 這個就是 這個當時鋸洲 他在的時候 是臺北洲新莊峻 鹿洲莊 所以原本的名字叫陸舟 而不是現在的盧舟 對 盧舟最早的名字叫做和尚舟 和尚舟 就是關渡光的一個真人叫梅虎 從新竹過來關渡光駐點 駐點以後就看到 對面盧舟的這一片沙地 沒有人開梗 他就去這一個像新竹 當時就設立了一個淡水廳 的一個官方的衙門 所以他就梅虎就是跟淡水廳 去申請這一個開闢蘆洲這片土地 所以後來這一片土地就叫做和尚舟 到了1919年 日本人佔領台北 就行政改制 本來叫和尚舟覺得不雅 就改成陸舟狀 但是這裡在蘆洲 在這個清代的時候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名稱 它是用簡體字 蘆 蘆尾的蘆 就這樣子 本來就和尚舟 蘆洲 後來改成這個陸舟 就是有白露絲 很多的這個沙 那些地方很多白露絲 對... 後來這個陸舟莊 它其實就涵蓋三重跟蘆洲 這個我把這個地圖給大家看一下 陸舟莊三重和蘆洲 這是陸舟莊簡略圖 它這裡是和尚舟三重埔 二重埔 這個就是整個當時的 所謂的蘆洲莊 這個是整個的這個範圍 這個就是證明這個 當時我們... 好 我們可以回到這一物件來 好不好 就是說因為 判斷這種物件的有兩個標準 是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還是說 這是寫的還是刻的 這是寫的還是刻的 對 有時候它是刻的 看起來像寫的 對 看起來是寫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這上面都有紋路的這個 這個顏料的會有那個冰裂痕 那如果是刻的話 是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價錢 因為你寫一個對聯 然後你可以刻十個 二十個 三十個 一兩百個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刻的其實基本上 它是沒價值的 那它這個是寫的 寫的就有它的藝術價值 對 寫的就有藝術價值了 對 因為李戰森 他有曾經寫給我們永年 是一些秉兒 那我看這個字跡是有像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到了光復由1945年 就是這個戰爭結束了 這個盧洲 當時這個三叢人口越來越多 到1947年的時候 就把這個一分為二 這個信仰 仙攝公的 叫做三叢鎮 信仰永年式的觀音佛祖 觀音佛祖的叫做盧洲鄉 怎麼會用信仰 怎麼一般是用地理的 比如說河 或者地區的行政圈來分 那個叫做祭祀圈 祭祀圈 就是一個拜拜的祭祀圈 所以說這一個 這個永年式是這一個在 所以信仰永年式 對 就是盧洲 對 信仰先色公的 就是三叢鎮 被化為三叢 西方的天主教徒跟基督徒一樣 不是 很特別 對 想不到有用信仰圈來分行 就是祭祀圈 這是台灣 這個永年建信仰 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楊老師你怎麼會有這個字別 就是朋友拿來給我的 也是買的 買的 當時買多少錢 大概幾千塊吧 幾千塊 對 這個主要是收藏的 主要是這個有意義的 對啦 對他來講 因為這兩個是不是 盧洲的舊的地名 因為楊老師是盧洲的文史工作 對 所以對楊老師而言 盧洲特別有代表意義的 這樣的一個字別 對他是有收藏價值的 不過我們也用市面上一般的 流通價來做估價 好不好 來 請建價 兩萬元 比較可惜就是沒有落款 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沒有落款 但是還好它這是親筆寫的 我補充一下 對 它是親手寫的 不是用刻的 另外有一個小扁額 它是寫 它是用玻璃勘的 它有寫比贊成的 對對對 這也是整組的